嗨,大家好,我叫Marco 今天我是來蹬腳 初時,我是不打算來釣魚 因為已經滿了4個 但其中一個釣友因為雲旋浪 提早走了,我就來幫手釣魚 我就被安排了12點才來做替耕 但另一個釣友 就因為有些事要2點走 所以下午基本上只有3個人釣魚 連艇家就4個 今天16樓 我來做半日替耕 南風3級 今天全日魚餌有沙蝦12兩 青蟲6兩 和2斤大眼仔 據聞今天上午4個人釣魚 其中有2個釣友是新手 整個上午大概只有4條魚 有一條1斤多重的雞龍倉 一條1斤多的青斑 有一條沙蠟和一條石頭鋼 還有一隻墨魚 不過不是很大隻 大約拳頭大 其中有一個釣友雲狼要先走 大約10點多走 他就釣了一條青斑 自己拿回 另一個釣友大約2點走 他就拿一隻墨魚走 自從我12點下艇之後 已經完全改變了今天的命運 阿納就釣了兩條假三刀 阿基哥就釣了兩條青斑 而那時下午大約1點左右 最後只有我 阿納和阿B哥三個人一齊釣下午 由於今天我們下午釣瓜衫和滑 我就準備了一個仕掛釣組 我就用YGK4號魚絲 一開二兩門 下面就用了50克的子彈圓 不過今天我就發現滑和瓜衫食底的門比較多 如果用青蔥做理的話 那些瓜衫就比較得食 今天滑和瓜衫都比較大條 食肥就比較搶口 在維港內釣這些魚近期都不是經常有 我們今天盡情釣 反正魚又肯開口食你 如果今天流水更加大 魚會更加搶口食你 很多時候釣魚 都是要說天時、地利、人和 這三樣東西 今天去吹南風二級 剛好近期又有這批魚走進來維港食你 阿基哥又屬這邊的排口 知道哪個位置是沙泥底 而且我們每個釣友都很配合 我們說釣沙泥底 就絕對不會釣大鯉 因為釣大鯉在這裏來說 絕對沒有意思 阿基哥今天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他有幾個釣位 就堅決不釣大鯉 如果我們是釣大鯉的話 他會叫我們不要釣 盡量一起釣回那類魚 有些魚肯開口的話就盡情釣 如果不是翌日想釣回牠們的話 未必能夠找回牠們 但是有很多釣友就不是這樣想 他們會想反正都來了 反正都是釣魚 我釣一條大的 總好過釣一大堆小魚 起碼釣回來拍照也比你威風 好似阿基哥說的 要麼大鯉 要麼大鯉 要麼大鯉魚 都要找些適合地方才可以釣 要不然就當出來遊船可算 隨時全日釣魚都不會有一條魚回去 反而我就不是這樣想 我就希望每次都有些魚回來 無論小條也好大條也好 我本身就很喜歡吃魚 所以我期望每次都能夠有魚回家 我就比較喜歡密密手釣 如果要我全日釣大鯉魚的話 我又未必接受得到這麼悶 今天就適合我玩了 不知道各位觀眾又會怎樣選擇呢 這一批瓜衫 和去街市買的大小其實都差不多 這麼新鮮釣回來的瓜衫 和街市買回來真的完全沒有得比 就算賣相 肉質和味道都差很遠 有很多街坊每次見我們埋岸分魚的時候 總會問我們可不可以釣魚給他們 其實有很多魚都是留給我們自己吃 有些是分給朋友 大家分甘同味 才有釣魚的樂趣 阿基哥最後就幫我們駕大蝦 他就突然叫撈機 給阿基哥最後都撿一條沙巴椅 我們每一次下艘都開玩笑 跟阿基哥說 阿基哥你駕我們四條青斑 今天就交足功課了 這條沙巴椅這麼大條 我們都要想辦法怎樣處理它 我們今天決定提早離開 趁街市魚檔還是早未關門 我們就去紅磡街市 找回雙屬魚檔 幫我們碎了一條魚 分成三份 我們都不好意思 令阿基哥燒了手 不過他今天就很興奮 我就送回卷 專用膠布給阿基哥 讓他快些康復 下次跟我再釣一條 今天基哥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示範 哪個位置拿大蝦 哪個位置不拿大蝦 他完全做足示範 有某幾個位置 我們其實都有駕大蝦 但當我們駕大蝦 駕到放棄的時候 到他就駕大蝦 好像他真的知道 下面有條大魚 你也別說不服 今次我的釣魚分享 我就分享到這裡 請大家在臨走之前 給我一個Like 這條影片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頻道 記得訂閱我頻道 開啟右邊的鈴鐺 我最近都比較多片出 下次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即時通知你 你放心吧